记者张义辰宜兰报道 宜兰县50岁简姓男子昨晚到原山乡某卡拉OK电唱歌 消费2800元却只贷1000元 简男向设账被店家回绝不满 拿出改造手枪放柜台暗示 宜兰分局获报后 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对空明三枪示警后 压制简男 全案讯问后 依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最先 移送法办 简姓男子昨晚时时许 于有人及饲养的家劝道原山乡头粪村某卡拉OK电消费 众人消费约2800元 于今清晨12时许离去 但简男准备付账时 才发现身上仅剩1000元 因无多余现金相要赦账 却被业者回绝 简男不满 返回车上拿出改造手枪 放在店家柜台上暗示 业者惊恐报警求助 宜兰分局枕山派出所警员黄文旭货报后到场 见简男持枪械站在入口处 当场贺力不要动 为了简男随即转身就跑 原队空明三枪后 奔跑100公尺左右 带到简男 顺利将其压制在地上 警方事后在现场柜台时 获两发子弹 又在一旁空底发现改造枪支一把 弹下一个 内含三发子弹 总共在简男身上起获几颗子弹 简男攻撑 因蛇杖被店家回绝 才会愤怒持枪恐吓 全案讯问候 以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最先 以送的简鼠针瓣 至于简男随行的小狗 以逃逸途中与主人走散 未见其踪影 犨 伤 伤 伤 感谢观看